尊敬的各位佛佑 尊敬的各位同修 尊敬的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丽领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 加拿大2012全益终数大型现场解答会 参与的红化大师卢军虎台长 向全世界弘扬佛法 及中华传统红化心灵放门 红化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在北美 澳洲 亚洲 欧洲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引起巨大洪洞 受到世界所有的热烈欢迎和爱戴 并被全球媒体关注和报道 现在 全球已有五百万的国友 跟随台长修行 慕军虹台长以佛化了 仁爱慈悲 感化众生 气恶 统善 以菩萨的大神通 典化众生 通过念经 修心 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2012年西月 由英国伦敦主办 世界宗教联合大会上 民军虹台长 获得世界和平奖 这个殊荣 即年度世界和平大使 这个称号 这不仅是世界宗教界 为奴军虹台长 数十年复一日 弘扬国法 广度众生的最高肯定 也是我们心灵法门 学国人的无上骄傲 弘扬中华文化 学习国教精髓 研究土腾世界 培养读学精神 奴台长的国课 现在已经超过一千六百万的伙优 跟随台长修行 卢台长的心灵法门 传的是人间伙伴 教导我们 如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卢台长的普通世界 帮助全世界的伙优 托移开悟 托移苦海 改变命运 灵电世纪 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无计其数 有太多的人 亲眼看见 关世音菩萨 就在台长身上 也有太多的人 亲身得到 奴君洪台长的发力救度 因此 奴台长也被尊称为 菩萨菩萨 关世音菩萨的化身 本次奴君洪台长的北北平榜之情 承戴着众多佛友的期待和厚望 奴台长慈悲众生 千里迢迢 专程来到加拿大 云望大佛友见面 这一千载难逢的殊胜机缘 不仅师官师音菩萨的慈悲成全 各与我们北美佛友的心情付出 密不可分 现在我们特别感谢 为本次胜位心情付出的义工们 同修们 佛友们 再一次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宝贵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随后 奴君洪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 接下来再由几位同修上台 和我们分享她的学宝贴会和感悟 马上 吴君洪台长将会当场看图腾 解答问题 大家请预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 当抽到您的号码时 请到台前准备 宝贴如台长看图腾的时候 如果您问的是在世的人 需要告知他的出身眼分以及生肖 如果恭喜吴台长看过世的亡人 可需要告知亡人的姓名以及准确的写霸 加拿大是一个美丽和平的国度 这里地大物多 民风存土 卢君洪台长心中挂念着每位众生 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与大家见面 给我们带来观世音菩萨的最新开示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我们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让我们用掌声 恭喜吴君洪台长 接受同修敬献的鲜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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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感恩 三十一 主打 感恩 如今红台岛 感恩 三十一 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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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三十一 感恩 三十一 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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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尤其在 感恩 三十一 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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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知道 四十一 主打 四十一 主打 感恩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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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打 四十一 主打 四十一 主打 感恩 三十一 主打 四十一 主打 四十一 主打 四十一 主打 感恩 三十一 主打 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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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打 四 恭喜发财啊 哎呀 恭喜你啊 新年身体好啊 那不就是气场啊 那为什么你要有一个不好的气场呢 长了一个漂漂亮亮的脸 为什么冲着人家 像欠你多还你少一样的吗 所以很多人学了台长 心理法案出去救人家的时候 就是这个脸啊 还把不下来 开始人家长得挺好的 你知道吗 台长是心理法案如何的 是学博啊 他妈的心不在救你啊 想说漫天那个人不接受 马上你这个人 我告诉你 就是玩个不怕 你要下地狱了 哈哈 你想想看 你不是把台长都 吼了吗 哈哈哈 对不对 人家一听 哦 就你这种样子 人家还敢学你台长的 啊 法门啊 那很多老婆去穿的 我都穿不行 就是这个道理啊 老婆平时秀都不得了 根本才讲学博了 哎呀 有效果的 那我告诉我 老婆 你要念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这种混蛋 你不是眼睛 我告诉你 你这种混蛋 你这学不好就 所以学不好 你吃饭 老婆我就不念 你就不念啊 你吃死了 你吃饭 人家老公欣赏 你这个老婆学台长 学博 觉得都这个样 我还跟着你学 我成什么样 所以希望你们 如果要跟台长 好好学博 好好练经的话 你们帮他菩萨出去救人 你们必须心要是善 人要是善 感情要是善 对人家要争用心 人家才会动情 所以旧人要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这样才行 台长 那个 呃 跟大家讲啊 我们我在有一次看 中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看到了 有一个人啊 实际上是 他是一个北戴河的佛用 北戴河佛用 他以前是直肠癌 生直肠癌的 后来呢 他念了心理法 念了心字 或者念小黄字 在五月份的时候 香港外出的时候 台长看到他 说他癌细胞已经没有了 后来呢 他回到家呢 到一眼一茶 果然就没有癌细胞了 所以这位博友 这个人家已经打电话来 我也给大家听一下 我喝个茶 好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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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北戴河佛 我认识 我认识 通修化 也认识 被认识 在军师了 他以前是直肠癌 就是一个疑问 对二十五万大 适应后 他也给了他 通过招职 说是能够把医疗的 他前几天上午的 我对医院 没有定期检查 对 哪一回都不是 没有的 对 但是 现在 是我们不清楚 在多数码 对 谢谢 老师 你跟其他 这些人家 不就好了吗 是在全校 你跟其他人家 二十九万年二的 嗯 对 这些人家 这些人家 就是感激的 你现在 多数码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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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多数码 和וה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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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刚才两个路来,我告诉大家,念念经,你们看看,你们工作会不会好,你们家庭会不会好,你们知道吗,如果感情不好,你只要念解节奏,把对方名字爆出来,解节奏是小周围的人都有的,都是造谱主的佛教念圣经理,正规的佛法,你只要念解节奏,你们看看你两个人如果吵架。 如果你心体不好的话,你要多念心经,心经的话会想个痛苦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最近要生病了,情绪不好,好,你要多念大悲咒,所以比方说你要谈恋爱的感情方面,要念大吉祥天与神咒,如果你自己杀掉鱼,看到什么动物死掉了,要念老神咒,实际上禁门都像药王一样, 但是很多人都懂得经常念,所以有些人干脆就不念了,实际上一定要懂得念经,所以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很多老中医这么有名呢,实际上他就是因为中医,他能够医治,能够调节这些药,他能够把所有好的药,可以多少钱多少钱出来,放在几钱几两, 放在几钱几两,就是一味好的药,所以念经要念得到,你们人间的生活上,所有事都能解决,所以台上告诉大家,我们最要紧的是精神,精神最要紧,如果今天开心了,你们大家来说,哦,今天来说我很开心,我听台上讲讲,我也去受理, 那么台上就觉得,大家都是佛一般的,所以做任何事情,开心不开心,实际上就是精神,所以台上告诉大家,精神想不通,万事都是空,如果你什么时候,你精神想不通了,你什么时间都是空的,如果你精神想得通,万事都能通,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想通,想明白,想开了, 不就这件事情了,算了,无所谓,被他骗了,就骗了,算了,我欠他了,那就过了,很多人给人家骗了一点钱,难过了一辈子了,大家知道吗,所以啊,有些事情要记住,在人间有吃不完的亏,占不完的便宜啊,你在这个地方吃亏了,你在那个地方又占便宜了,你在那个地方占便宜了,你在那个地方占便宜了,你那个地方又吃亏了, 哪有永远不是回,只想占便宜的事情,所以学博人心态要好,要想通,你万事先通,所以开展跟大家讲,心态很重要,当一个人心态好的时候,他就能决定他的命运,所以很多成功人士,就是因为他的心态好,大家明白吗,所以情绪能够影响一个便宜系统, 当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就下降,很多人担心,担忧,难过,嫉妒,他就容易生免疫系统的毛病,癌症啊,血液不好啊,睡不着觉啊,你想想他身体怎么会好啊,所以这些都是佛礼啊,你们过去听见佛法,以为很深奥,实际上佛法就是人间法, 佛法就是到人间来帮助我们,刻苦生活困难,所以开展告诉你们,我们要替主绝对不能生气,因为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会在身体上产生毒素,来伤害你,所以一生气的人,血管爆裂啊,气出病出来了,什么病都会得, 所以不要生气了,想通想明白,血管就是境界,你今天站得低,你看到很低,你今天站得高,你才会看得越高,想一想,我们开个汽车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你在车厢里,你觉得你是最大的,你是老大, 你不得了,你开着这个车,想一想,当你开着飞机的时候,你在飞机上开那些汽车,就像蚂蚁在马路上,你又有何能呢,所以我们想通想明白,今天呢,还要告诉大家,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还要留很多时间,当场给你们看图腾,所以呢,我开试呢,不能开得太多,第一次跟大家接一来,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跟台长成为好朋友,台长很近,你们只要打电话,你们也能问得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电话很难打,非常难打,但是今天呢,还要亲自上门,来给你们看图腾,就希望你们好, 好好的珍惜生命,希望你们好好珍惜你们的佛缘,希望你们能够在家,就能够成为菩萨,大家想一想,说六道轮回,实际上,什么叫六道轮回啊,在人间就有六道,大家想一想,被火烧死的人,被烫死的人,被车压死的人,是不是已经在地狱道,想一想,关键 建议里的人,是不是已经在地狱道,想一想,我们如果今后想知道,我们到底投什么道,你想一想就明白,我今天从来不做坏事,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天天做的人像人的,以下辈子还能投人,今天我做的人不像人,天天在背后,将鬼无量的在痛人家,在害人家,以下辈子就是一个鬼, 然后,如果你在人间,天天在救人,你做菩萨的事情,天天在帮助人家,你死了之后,你就能到菩萨道,因为什么样的人,回什么样的家,什么样的人,到什么样的道,所以要想知道,我今天,以后,能到什么道, 就从今天开始,还要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学菩萨,学博,做好人,做好事情,我们以后,大家都能在天上,永远快乐,我们不但要在天上快乐,我们现在就能活在天上,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心才坦大,我们就能活在天上,我们心中很开阔,我们什么事情都想得开,我们无所谓,我们能够刻骨一切混蛋,我们知道人间是短暂的,因为我们带来了只有不幸,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不幸抛弃,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放宽, 把自己好的德,留在人间,我们不但要做好事,我们还要学博,要帮助人家,要记住,能够帮助人家的人,就是菩萨,所以你帮助人家,你以后会得到善报,有了善报,就有功德,有了功德,我们才能上天,所以天天想求福,求德的人,听台导一句话,从今天开始,就做好人,多做好人, 好事情,你一定能够成为人间的菩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台长,现在是山河的汉,沙瓦汉,然后呢,有一位两位,他们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台长马上回来呢,给大家呢,开出他们当场,给你们开出他们,好不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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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致大贝的卢君宏台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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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